市長問一下,現在一個最新的議題就是高鐵要延伸到屏東 您覺得適合嗎?還是說在這個時間點拋出來,我給大家誤解是一種政策買票? 這個涉及專業,我不敢回答,因為這還是一樣,要看算自償性 不過一般來講也不可能完全要求自償性 所以一般來講交通建設我們都不至於太反對 我也去過屏東,潘昕安也跟我講過,他也主張高鐵要到屏東 不過是這樣,要走哪條路線成本多少,那個還是涉及專業 所以專業物體專業解決,就是說成本多少,時間要多久,然後預期回收多少 不過這樣,台灣的高鐵一般來講可以回收的還是造證,都市開發 所以那個問題是我們常常交通線坐下去,都市開發的錢都被財團賺掉,也不是政府賺掉 所以它在造成那個自償性有困難 市長想問一下,郭柯聯盟的聲勢好像有點下滑 民調是連三個禮拜都往下掉,掉了大概9.4個百分點 是不是選民有點等不及了,有點不耐煩,都沒有進展? 這個其實好像兩個禮拜掉了9% 差不多啦,因為這樣啦,你也沒有宣布要選 不過從另外的角度來講,從頭到尾沒有宣布要選那要20幾百,這也蠻厲害的 不過是這樣啦,一提兩面,這個 就看郭先生的步調,我是沒有,我常常是這樣啦,我每次都順其自然 就是說,擠也沒有用,你總要讓他骰咖的擠心理上能夠準備好 你趕鴨子上架也沒有用出來,順其自然 我還沒收到 我還沒收到月餅,更不要說月餅 不過最好是那個月餅裡面要紙條,不然都不曉得他的計畫 好不好 學者分析說,之所以郭柯聯盟的支持度會下滑,是因為你進來頻頻炮轟蔡英文跟韓國瑜所導致 認為說你好像有在扯那個郭台銘的後腿,你怎麼看 這倒不至於啦,每天在炮轟,他們藍綠互轟的更嚴重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昨天在趙趙剛的節目,其實 假如我們也不要去掩飾什麼政治意圖 純粹純粹從選舉技術上來考量 上哈都在,如果這一宣布一定就是三分之一 蠻明顯的 然後全部都在誤差範圍內 所以最後結果是完全在這一刻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變成就在未來四個月大家努力 不過是這樣啦,我還是希望說台灣有一個機會 擺脫藍綠 所以每次說這個是台灣重開機的機會 不然就是當機當在那裡 不然每次遇到困難 啊就是 宿租藍綠同毒,也沒有實際解決問題 其實包括像今天講這些 社會住宅要怎麼蓋 坦白講我自己蓋社會住宅才知道說 我會比想像困難,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想才發現如果以50年的生命週期來算 蓋個社會住宅,那預期要用50年 那個建造成本,佔總成本的15%而已 你說為什麼,因為台灣有颱風地震 白衣 所以裡面你如果把物業管理 連換燈泡的錢 然後每年颱風的修散費 房屋稅、地價稅加一加 還真的建造會只佔 當然有不同的計算方式 有的是算15% 有的是算50% 不過因為就是說 其實我老講,我們現在公宅數量多到一個程度才發現說 哇,那個保全跟物業管理是一大問題 所以我們還要派團到 派團到澳洲,還有派團到那個 還是要去荷蘭,還是要去把那個國外那個 公共住宅管理的技術還要再引回,還要再帶回來 所以比想像困難 所以坦白講,就是說 其實國家要做的事情很多 像你剛才問那個高鐵要不要到屏東 這很技術性的題目 這哪裡是 這哪裡是藍綠可以解決 這要很務實的去計算 這到底 成本是多少 收益是多少 還是我希望這個國家有一個 很誠實去執政的機會 不是每次遇到問題就是 反正藍人罵綠人罵藍人,問題就解決掉了 事實上也沒有解決,只是cover過去而已 市長想請教一下 因為昨天那個 前總統陳水扁他在他臉書上面 像中堅說 說他不能上台演講的話,就是不要逼他出來選總統 你怎麼看現在 民進黨政府他們是沒有辦法處理陳水扁的問題 只要問到陳水扁,像今天法務部長他就 就笑著帶過 然後大家都不敢回答 就連中堅他們也沒有辦法回應 唉這個就是 我早就講過了 一樣 我在教授剛剛的節目也講了 2016是最好解決的時間 那時候 那時候是 小英剛上台民調最高的時候 把這個事情做一個歷史性的解決 我每次說中共 你知道一個極權國家都有辦法去處理毛澤東的問題 你看看當年那個毛澤東四人幫文化大革命 還是要做個概觀論定 不然你國家沒有辦法往前走 所以2016其實是最好的處理事件 你現在 當時小英沒有處理 現在就要處理 我看就更困難 所以就變得很尷尬 即使說我是他的醫生 所以你當然問說 保外就醫 按在保外就醫的名下 他每天在寫永克復以後就已經結了三條線 你現在還上台演講幹什麼 人家說這個有沒有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 你問我就我也答不出來 不過當時他真的是有病 我說在獄莊第二有病 但現在 老實講現在這個局面你問我是覺得很尷尬 其實是我曾經是他的 醫療小組的負責人你知道嗎 所以我當時就一直勸民進黨 我說2016應該就 就把它處理 你說怎麼處理 處理意思是說 正確的講法就是說 總要交代一下 這個到底錢是怎麼一回事 也要對社會有一個交代 所以不是無條件特色 總之要一個 處理嘛 當然不管是七三分帳 六四分帳總是要一個處理 現在這樣就尷尬了 我都不曉得現在怎麼辦 我當時就勸小英要處理他就不信 立委部局有考慮跟其他藍綠陣營合作嗎?因為目前傳出您跟好友接觸陳賴宿美言純佐保友曾傑等等 我倒覺得是這樣 民眾黨是一個 一開始他的理念就是採取一種柔性政黨 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 我們也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入黨 我跟你提名我只要支援你 我倒覺得是這樣 其實也不要把藍綠分得那麼截然化分 所以不管你是國民黨的民進黨的 無黨的甚至其他黨籍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表達友善跟支持 這是我的態度 我覺得不用把一定說我一定要入我民眾黨 我才可以支持你 我覺得也不需要那樣 我們來最後一個議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市長問一下 這個部分區名單第一名有沒有安排好了 還有您還有畢吳姐有沒有可能列入在部分區名單裡面 部分區名單是這樣 我們陸陸續續有在 徵詢一些人 我都親自會跟他們談 所以有一些人名 但是那個順序要怎麼排還可以再討論 有些 有些我們比較確定的 像 當然區域也有 雖然前幾天有公佈何景榮 那個 我覺得不錯 新著名第二代 蠻有時代意義的 對不對 所以 這部分區我們有討論一些人 包括賴香嶺 我們還是有跟他talk talk 討論過 不過這樣排序是另外一回事 你本人跟畢吳姐 我去當台北市長為什麼掛國文綜 這完全邏輯 難道我去當立法委員不幹台北市長 這太奇怪 這是不可能的 好我們就最後一個 我想請教一下說 就是因為包括那個賴局長跟陳富蜜 現在都在部分區名單當中 那還有一個是您之前的學生 陳志宇也在名單當中 那賴局長還有陳富蜜 未來會請假或是辭職嗎 會不會有這個待職參選的疑慮 這個 其實部分區倒比較簡單 其實部分區 大部分我們也沒有要求說他們 不過是這樣 這個也是大家關心的題目 其實老實講 我們還是很認真在做市政 我們絕對會比其他的政黨 更不會用國家的資源 公家的資源去做我們黨務的操作 其實老實講到現在為止 我幾個黨務的活動幾乎都還沒展開 其實我是比較 我覺得是這樣 這換心好了 我知道議會一定會 其實我都想好怎麼回答 因為馬英九也當過台北市長兼國民黨黨主席 他當時怎麼做 我們就要把他拿出來做對照 我們一定比他OK 你說小英在當總統 他也當過黨主席 他當總統的時候怎麼去利用公家的資源在跑黨務 這個 只要一比較起來保證我們絕對是 一定是比別人 當然我們不是比爛的啦 但是我相信我們是金得起考慮 我們不會說 一定要出去啦 說跟黨有過一定給我請假 這大比較 那你去找他訪問就好 我怎麼介紹他 學生多的事 我這個我在台大當老師當30年 台大學系畢業 每一個都沒有教過 市長不好意思要問一個問題 是說我們有個市政顧問叫陳仁達 他好像有涉嫌就是成立人頭的社團 然後向經濟不能援局申請了750萬元的綠能補助 那市長跟這個人平常有接觸嗎? 然後我們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就請他可能離開 市政顧問或等等的 老實講你突然問我都不曉得 因為我腦袋裡面沒有這個 這個印象 很簡單嘛 你們有問我們就去查嘛對不對 看他到底在搞什麼把戲 一樣嘛不要先預設立場 調查清楚到底怎麼一回事 反正我的態度是這樣 公事公辦 老實講我也沒有什麼朋友 反正就公事公辦就好了 市長王金平有放下堅持了嗎? 三人的結盟為什麼都沒有續集? 王金平有放下堅持了嗎? 應該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替人家回答 你應該去問他 市長想問一下你說 郭董不完全過關 那他哪一些地方你認為他是過關了? 其實是這樣啦 選舉這個說服的過程嘛 不見得要 你也不是只有說服我嘛 你還是要說服 這種重點是要說服有投票權的國民 這才是重點 說你說服我沒有用 我說OK 我說及格的 別人說不及格也是沒有用 所以不過還好啦不及了 因為這個重大題目 終究要面對了 所以我相信他很認真的在 在準備答案 還是一樣 市長那你哪些地方被說服了? 他的什麼不突分可以說服你? 這我私底下在跟你講啦 市長你有信心幫郭台銘不被棄保嗎? 因為現在有人放話 藍藝有人放話說 郭台銘參選是短多長空